各位觀眾 Apple Watch Series 6 最新的Apple Watch 今天正式在台上市啦 苹果記者搶先開箱 再實測Apple Watch Series 6的 最大亮點功能鮮養偵測 如果這包裝簡約依舊 右手拿起的證物 比較快捏啦 是的 這就是S6的本體 哇 叫你高剛 還包了個草草 看我掏 再扣 哦 那麼難拔 哎 跨轉好啦 終於 再來是充電鍵 木轉一轉 放回去 哪里 沒有豆腐頭 對啦 龍西的環保愛地球 要你繼續愛用舊的 沒有的話 跨家 590元 過成交 你看看 神藍新色 戴起來質感Up 拿起來跟前代張比 S6多了血氧偵測 但兩者厚度差不多喔 看到背面 就是這次S6測血氧的關鍵啦 那現在實際測試一下 Apple Watch 第六代它的血氧濃度偵測 打開血氧濃度的APP 跟著它的指示操作 OK 完成 溫馨提醒 血氧偵測非醫療用途如有不適請即時就醫 好的 Apple Watch S6 其他宣傳功能 像是續航 充電速度提升 隨顯亮度較前代提升2.5倍 實際和前代相比 在地光源下看起來目差異不大 但以光源直射 哇 這差異可明顯了吧 不過這新電圖APP目前在台灣 仍無法使用喔 我談東新聞報導